欢迎收看本节目 大于2020年夏天 以3100万欧元的转会费 从布拉加引进了 默默无闻的特林康 但该葡萄牙小将 在巴萨的发挥 真是一言难尽 现年21岁的特林康 本赛季一共为巴萨 出战了15场西甲的比赛 全部替补出场 没有进球 仅送出一次助攻 并出战了5场欧冠的比赛 其中4次首发 零球零注 对于特林康的低迷状态 美日体育报 记者Albert Rock做出了犀利点评 该记者如此表示 克拉多已经成为 巴萨必对一位领袖级别的球员 而巴萨一线队的前锋特林康 却没有抓住科曼给他的出场 证明自己的机会 克拉多超越特林康 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特林康是通过门德斯 加盟巴萨的 俱乐部为一位 没有任何成就的年轻球员 支付了3100万欧元的转会费 而如今这笔钱看来 是买个一个季末 同时他的到来 还阻碍了 拉马西亚清迅营年轻球员 克拉多和德拉夫恩特的发展 如今科曼也已经见证了 特林康的能力不足 也已经让克拉多上演一对手秀 这也预示着克拉多 将会逐步取代特林康的位置 个人观点 以目前特林康在比赛中体现出的能力 该球员能在巴萨这样的球队踢踢步 都是巴萨这些年整体实力的退步 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收藏不迷路